大家好 歡迎來到Undersquam 那麼今天呢 又回到我們的Blood Botania的 模組教學時間啦 沒錯 那我們今天的話呢 我們在今天這集開始之前呢 我們挖了不少的礦物 但其實還沒去我們的地獄啦 然後也讓我們的魔力池充滿啦 沒錯 我們現在是全滿的魔力池 然後也轉了不少的火石跟火木 好 等一下我們就可以繼續做我們 植物魔法癡典裡面的一些小玩意啦 好 那我們在私底下的時候呢 我把這邊的東西全部都看一看了 那基本上的話就是 我應該會來玩玩看挑戰這邊啦 挑戰這邊都是一些蠻有趣的 還有什麼古粉農場啊 農作物農場啊 物落草裝置 然後或是我們的唱片農場 花卉 自動白土局 還有鵝卵石製造機 而且鵝卵石製造機它其實不是鵝卵石喔 它是製造我們的石頭 讓我們有更多更多的火木 應該就是說讓我們有更多更多自動的火石 這樣子也不需要消耗任何的物資 基本上應該消耗魔力就夠了 那我們現在就把我們上一次一直講錯的瑪娜 因為那是舊的啦 那我們就改成魔力啦 那我們現在的話就是來到我們的符文祭壇這邊 符文祭壇的話算是我們製作後期 中後期的魔力花 就是一些比如說使用魔力的花朵或是產魔力的花 會用到的那個祭壇 就好像有你看十六種符文 四大元素 然後四季 最高級的是七元最命名的魔力 魔力翼的符文 這樣子你看有水之符文 地之符文 風之符文 火之符文 春之符文 春夏秋冬 然後一般的魔力符文 然後還有慾望暴食貪婪懶懶惰 這次應該是怠惰吧 然後暴怒跟嫉妒 還有最後一個是傲慢 沒錯 這些都是我們後期 應該說中後期都會用到的我們的符文啦 好那我們在這之前呢 我們要先做出我們的符文祭壇 基本上我們就在合成台做出來就可以啦 五個火石跟一個魔力鑽石或是魔力珍珠 那比較可惜的是呢 我們在中途的時候沒有看到什麼Enderman 所以就我們就只能拿我們的 鑽石去轉換成魔力鑽石啦 直接轉換出來 然後還需要五個火石來做一下 有了符文祭壇 那符文祭壇的話呢 我們可以直接擺在旁邊這裡 當我們需要製作符文的時候呢 我們就把它轉過來 這也是蠻方便的啦 好那再來的話呢 我們來看看此點中還需要做什麼啦 喔最重要的東西 太拉鋼 好我們需要把我們的 應該說我們要先做出我們的 太拉凝聚板 可以把我們的魔力鋼 轉換成太拉鋼 不過你看 太拉凝聚板呢 會需要我們的魔力鋼塊 火之符文 水之符文 地之符文 風之符文 加一個魔力符文 還有三個青金石方塊 才可以做出一個單純的太拉凝聚板 做出這個凝聚板之後呢 那我們還需要把這個 有沒有它的樣式要擺出來喔 你看你看 它會需要什麼 它會需要五個火石 加四個青金石磚 再加上一個凝聚板 喔這樣就真的是 也是很麻煩啦 所以基本上呢 這個東西應該會等到 後幾集再來製作 那畢竟我們的 火天尼啊 還有很多很多可以玩的 那在這之前的話呢 我們就先來慢慢研究吧 那我們今天這集的話呢 應該會看到有更多的 產能類植物啦 菊葉花 比方蘭 比方蘭 吃食物的 那菊葉花是吃樹葉 那熱爆花 我們一個前期 前期到中後期產能最優秀的話 我們的熱爆花 吃我們的爆炸 而且是TNT的爆炸 然後來產生大量的魔力 不過呢 熱爆花這個問題 它有一個很嚴重的東西 就是它爆炸吸收之後呢 它會有自己的CD時間 那在這之中的CD時間的話 如果在它周圍還是有爆炸的話 這樣它就不會吸收囉 它就被破壞掉了 你看 熱爆花喜歡由正常方法獲得的TNT 以非正常方式複製出來的TNT 為使熱爆花會導致嚴重的效率損失 就是有人又用那種 對啊 你看鐵軌 史萊姆方塊或是活塞 甚至用那個死亡的珊瑚 放在那邊 然後去讓TNT做複製掉落 那這個東西在我們的熱爆花上面 是不管用的 沒錯 好那再來的話是赤玫瑰 赤玫瑰是前期算也很不錯的一種花朵 它可以吃我們的岩漿 吃我們的岩漿來產生魔力 再來是阿卡納牆威 阿卡納牆威的話可以搭配我們的 生怪塔 或是生怪磚 各種的搭配我們經驗值 因為它是吸收經驗值來產生魔力 再來是年秋草 這是我們的中期最後一個產魔力的花朵 年秋草就是吸收我們的史萊姆啦 而且是史萊姆喔 不是史萊姆球 只要有史萊姆的話呢 它就可以由擊殺分解史萊姆來產生魔力 非常非常不錯 可以搭配我們的史萊姆Chunk一起使用 但是這張地圖呢 我現在有找到一個骷髏生怪磚 已經有做一個標記了 史萊姆球 喔這裡 離我們其實蠻近的喔 就在我們旁邊下面那邊而已 只不過有一段蠻危險的距離 我還沒有把它鋪完 因為這邊真的是太遠了 所以在底下那邊 超大一個洞窟 超級大 大到不能再大的那種 其實真的是有個危險的 所以這邊我找時間會再把我們的 道路鋪到我們的骷髏生怪磚那邊啦 畢竟骷髏生怪磚也是一個很方便喔 對他們來講很需要的一個生怪磚 我們要做比如說我們的更多的花肥 來生產我們的神秘花 讓我們可以製作更多的花朵之外呢 喔還需要拿來做我們的農作物啊 幹嘛幹嘛都會需要用到他們 我會想要來做一個有趣的事情 就是我把這邊稍微一個位置 然後呢做出我們的兩個瑪娜石板 有講回去瑪娜了 做我們的魔力石板 可以儲存我們魔力用的 那魔力石板的話需要用到 8個火石 加一個魔力珍珠或是魔力鑽石 欸有啊魔力石板 然後你就會看到我們蹲下右鍵的時候 有看到底下除了有魔力池 它中的魔力的量之外呢 還會有一個是它要從石板轉到我們的魔力池中 還是從魔力池轉到石板 喔靠蹲下右鍵用那個我們的聖令法 這樣就可以更改啦 那如果我們改完之後呢 我們把魔力石板丟上去 喔你就會看到它開始為我們的魔力石板補充魔力啦 沒錯這就是一個很像 呃其實它就是我們Botania的魔力的電池 喔把我們的魔力帶在身上可以四處的移動 四處行走 那也可以使用它一些功能類的物品跟飾品 然後是消耗我們身上的 呃消耗我們魔力石板的魔力這樣 來代替我們的魔力池 那一個魔力石板呢可以儲存半個魔力池的量 喔你們看到 哇我們有一半的魔力石板啊 應該說一半的魔力池在身上這樣 那這邊的話就很明顯看到了我們的石頭不夠的現象啦 那自己私底下的時候也是一直燒石頭 然後一直去敲火石下來 然後也是非常非常麻煩的 喔是欸是要給它接收啊 給它接收之後呢 然後就分配給其他三個魔力池 喔我懂了 那就代表說我們可以從上面發射下來 然後一次傳給四個魔力池之後 再傳到我們需要的東西 喔了解了 邊玩邊學 好那我們也可以再做一個魔力發射器 來 黃金跟花瓣 欸是這樣做嗎 其實我有點忘記了 那我們來看一下 來我們的魔力發射器 然後這裡 反過來 配方是對的 但是是反過來 這樣子 有了 那這樣之後呢我們再接過來 然後這個再對這個 有 這樣子我們如果要製作我們的福文的時候呢 它就會先優先用這個啦 然後你看它有把它洗過來 好沒錯 那這裡呢 很常就會看到我們一直要手動去丟我們的魔力 丟我們的煤炭 非常非常麻煩 那這樣有什麼方法呢 我們有一個東西叫做花藥格 花藥箱 來我們先把它丟過來一點 花藥箱 來來來來 我們做一個花藥箱出來 它需要七個 就是一個直接一個開口的那個 一個東西喔 花格箱 找到了 哈哈 它可以直接把物品呢 直接丟在地上 比如說像這樣子 那你會看到它底下這邊是一個空格喔 就是變成說 你看它也打不開一個介面 因為呢 它是需要靠漏斗或是導管 就是那種物品導管啊 或是什麼東西之類的 能夠把物品導入的 才能 直接輸入到花藥格裡面 但輸入到花藥格之後呢 你就會發現它 它會有那個 直接把物品落下來的概念 那我們 放哪些煤炭進去 喔你看 喔 漏斗把煤炭倒過去之後呢 煤炭會自動落下過來 喔 然後讓我們的火紅蓮吃到 那 這樣就有一個很有趣的問題啦 那 我們這邊底下呢 是不是可以放個我們的壓力板 喔 來 我們放個壓力板看看 那我們放個壓力板在花格箱這邊 喔 花格箱的正下方放一個木製的壓力板 喔 就是可以讓物品偵測到的 好 然後再來呢 我們放個 半磚 好 我們來做一些半磚加一些些的紅石 好 這是我們前期會去挖礦的原因喔 因為我們如果有紅石的話 就可以來做一些簡單的 嗯 控制 簡單的物品的控制這樣子 來 那我們這樣子倒過來 然後我們 蓋一下 這樣子 可以 然後 這樣子 可以 看一下這樣行不行 然後 黏過來 喔 有沒有看到 這樣就會變一個很單純的東西啦 我們把物品 導到我們的 恩 應該說我們物品壓到我們的壓力板之後呢 把紅石訊號傳上來 那會讓肉斗接收紅石訊號的時候 會停止傳送物品 這樣子的話 它就不會再把物品傳給我們的花格箱 那自然的煤炭也不會一直掉落啦 那這樣子會有一個問題是 如果 我們這邊的馬鈴池如果滿了 如果 我們這邊的魔力池滿了 喔 這幾個魔力池如果都滿了的話 物品就會在這邊直到它消失 就是minecraft的三分鐘的制度 它如果在三分鐘之內呢 沒有再被吸收掉 沒有再被我們的火紅蓮吸收掉的話 這樣子 它的物品就會直接消失掉 那就輪到下一個物品 再一次掉落 然後再一次觸發我們的紅石訊號 停止漏斗 停止運輸 然後停止降落 然後再等到它消失 這樣就會有一個很麻煩的點 就會產生我們的物品的浪費啦 那這時候呢就會需要我們的漏斗花啦 沒錯 我們漏斗花呢 在我們的 這個物品在吸收的同時呢 我們火紅蓮在吸收煤炭的同時呢 如果我們旁邊 上面有放一個漏斗花 我們放漏斗花的原因 就是因為怕說我們的物品會消失 那提前把它拿起來 避免它消失 那這就有個很有趣的點 漏斗花跟我們的火紅蓮 哪一個會先把煤炭吸收掉呢 這是一個蠻單純的問題 很簡單的問題 其實就是我們漏斗花跟我們的火紅蓮呢 是火紅蓮會優先把我們的煤炭吸收掉 因為我們的火紅蓮是屬於產能類的植物 那漏斗花是屬於功能類的植物 在Bertania的書中有跟我們提到說 產能類的花跟功能類的花 會有產能類的花心優先拿取我們的掉落的物品 或是優先使用我們的物品這樣子 那我們產能類的物品使用完之後呢 才會輪到我們的功能類的物品 然後做物品拿取啦 這樣就有了 開始發魔力了 這樣就有看到一個很特別的點啦 有沒有看到 我們如果臨近的話 它一樣也觸發著我們的壓力板 也觸發著我們的魔力發射器 它就不會發射魔力了 就變成說我們不能放太近 我們要再放一段距離 然後一樣讓我們的火紅蓮重新link 這樣子就可以一直發射我們的魔力啦 喔 這樣就是正確的製作方法啦 中間記得隔一隔 不要讓我們的魔力發射器 接觸到我們的壓力板 也不要讓我們的那個 其他東西有接觸到 那這樣子就可以一直發我們的魔力啦 然後呢我們的火紅蓮產能方式最好的方式就是交叉去放 就是不要緊鄰著去放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我之前有發現過這個問題 就是如果我們緊鄰著我們的火紅蓮這樣放一圈的話 它的魔力生產效益會比我們的火紅蓮單純放一個叉叉 這樣子還來的慢 沒錯 所以我們要放的話就直接放一個叉叉的符號 就比如說我們這邊一朵這邊一朵 那下一朵就放這邊 這樣子 交叉的去放它的魔力的產能會非常的快 好啦那這樣我們就做出了我們一個半自動的產能啦 沒錯 半自動產魔力的機器 完全不會用到任何的墊 只會用到我們基礎的紅石的概念 那這邊呢還可以再用到一個東西 就是我們的漏斗花啦 那我們來看看漏斗花難不難做吧 我們搭配漏斗花來玩一玩 漏斗花在這裡 漏斗花的配方其實是需要一個風之符文 一個紅石根兩個灰色兩個淺灰色 風之符文比較麻煩喔 風之符文需要有線羽毛跟地毯 這是為什麼我們現在前期的時候 應該要把我們原版都玩一玩 怎麼會有掠奪者 看了就討厭 原版的時候就應該先把原版的一些 可以玩的東西先玩一玩 比如養動物種田 像我們上一集說的去地獄 那我們這一集的話呢 就比較吃力啦 因為要先製作別的東西嘛 我們把這個殺一殺好了 略奪者 略奪者 真麻煩 兩隻 右邊 一隻 兩隻 自我放逐 哇好久沒看到這個成就了 呵呵 嘿 耶 這邊還有一隻喔 把他殺一殺就好 嘿 哈 多想 欸 多年的minecraft玩家 不會被區區這幾隻給打倒 呵呵 小樣 不然我們現在就先不要結束這分鐘就對了 OK 你看這邊就順利的在一直生長我們的魔力 非常優秀 好我們有羽毛 然後 有線 然後還需要地毯嘛 在這裡 OK有這三個東西之後呢 他還需要一個固定一定需要的東西喔 那個東西叫做魔力城跟魔力鋼 沒錯 魔力鋼是一定能用到的喔 魔力城的話呢 我說過可以用紅石粉 火藥 螢光粉 跟糖 丟到我們的 魔力池裡面做轉換 變成我們的魔力城 魔力鋼的話就是用我們的鋼錠啦 來用鐵錠 那我們就把這些東西丟上去吧 喔 聽到一個雷的聲音就知道說 沒錯 這個東西成功的接觸到我們的配方啦 接觸到配方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開始繼續生產我們的魔力啦 這個不要用 用木材好了 用木材還好一點 沒錯我們的火龍也是可以吃木材的喔 就變成說我們可以靠木材來發我們的魔力啦 他在發魔力的同時呢 也會提供給我們的 符文祭壇 可以稍微看一下 喔有沒有看到 每發射一下的 符文祭壇也是提供 應該說每發射一下的魔力發射器也是提供符文祭壇很多的魔力量 有可能是因為基礎一階的符文的關係 所以才會這麼不消耗 那這邊的話就是讓他就盡可能去生產魔力啦 那在這之間的時候呢 我們也可以多做幾朵我們的火紅蓮 來提高他的魔力生產量 那我這次的話也是想要做個六朵出來 兩朵兩朵做嘛 我們也是做三朵出來 那我們當初的話就是用一個棕色嘛 然後一個紅色是嗎 我們看一下 火紅蓮是兩個棕色一個紅色跟一個淺灰色 淺灰色有 兩個棕色一個紅色一個淺灰色 所以兩個棕色一個紅色一個淺灰色 兩個棕色一個紅色一個淺灰色 兩個棕色一個紅色一個淺灰色 OK這樣配方就對了 這樣一次就做出六朵啦 那這隻做出六朵的話呢 那我們就直接拿六個種子出來 然後加紙鐵桶 來開始製作啦 那我們這邊的話直接丟兩個棕 一切一紅 OK這樣子 然後我們已經空手右鍵 我們就可以直接再做出來啦 非常的方便喔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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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我們的六朵的火紅蓮啊 沒錯 就是我們前期可以揮霍的時候 呵呵 那我們 來 這樣子 放個叉叉 那這邊還有三朵嘛 再放兩朵在旁邊 好 剩下一朵放 往哪裏好 放正前方 沒錯 正前方是不會擋到魔力的喔 那我們現在的話 沒辦法看到說 欸這個東西到底是吃的範圍在哪裡啊 我怎麼看不到 我怎麼不知道它到底在哪裡 喔沒辦法 因為我們現在沒有那個 一個小小的裝飾喔 小小的飾品 我看一下 有一個是 這個 規模之徑 我們可以做一下啦 魔力玻璃 魔力鋼 加四個精力 做一下 魔力玻璃 魔力鋼 四個精力 玻璃的話呢 我們應該有沙子吧 沒有 我去挖一下 這個東西呢 有一個很有趣的效果 就是我們可以看我們的 呃 呃 魔力花 各種魔力花的 工作範圍 工作的range在哪裡 我們來燒個 玻璃 燒個玻璃 來 然後拿個 木棍 拿樹苗好了 喔 防火 有 好 有 毫 有 有 有 然後我們把他丟到我們的魔力池做轉換 然後再三個經歷 這樣子 噠啦 我們的規模之計 然後我們可以看一下我們的魔力花 喔 我們就可以看到他的範圍多大啦 所以沒錯 這樣交叉交叉的放 每一個都吃得到我們的這個 都可以吃到我們這個東西 但是呢 有沒有發現 他現在好慢喔 只有三朵吃到而已 沒錯 就是因為我們的 他的這個消耗的消耗木材的速度真的是太快了 所以變得說只有三朵火紅在運作而已 不過這樣就已經很足夠了啦 就是算加減的前期使用這樣子 那 OK 看到我們這邊在放閃電出來 就代表我們的符文可以製作出來啦 那製作符文的最後一步呢 就是要把活石丟上去 然後再把我們的森林法杖點一下右鍵 哇 聽到雷劈下來的聲音就代表說 哇 我們的第一個 我們製作 成功製作我們的符文啦 沒錯 把怪神一起 怪超多 OK OK 金光 我覺得我們這群人也是 這群殭屍也是夠版的 好啦 它一次就做出我們兩個風之符文啦 非常非常優秀 那這樣的話我們就可以來製作別的東西啦 沒錯 我們來製作我們的目標吧 就是我們的 肉豆花 沒錯 我們來看看肉豆花需要什麼啦 紅石根 兩個灰 兩個前灰 紅石根是一個很便宜很好製作的東西喔 為什麼呢 我們來拿我們最重要的紅石根的重點是什麼 我們需要一把剪刀 跟一株草 然後再加什麼 再加一個紅石 欸 那啦 紅石根做好啦 好 簡單暴力 紅石根草就好了 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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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邊怪也是 白爛多的 好 那我們有紅石根啦 那我們來看看我們的 肉豆花還需要一個深 一個灰色的 兩個灰色神秘花瓣 跟兩個潛灰神秘花瓣 來 這幾個東西 然後一個風之符文 來 貼桶 加一個種子 好 來 我們鐵桶撈水 進去 那我們來丟丟丟丟丟 喔 有沒有看到 我們肉豆花的圖案出來啦 那我們丟個種子進去 喔 肉豆花製作出來啦 沒錯 那肉豆花呢 我們會比較偏好 我們直接用在我們的 呃 這個地方喔 我們可以這邊再放一個肉豆 然後我們這邊放一個箱子 上面放一個箱子 那肉豆花就放旁邊 那肉豆花呢 喔 他們的這些特殊功能花 跟產能花都只能放在地上 有沒有 它範圍非常非常的大 呵 超大 但我覺得太大了 喔 沒錯 太大了怎麼辦 因為有些那種 喔 有範圍的花 基本上都是有時候會覺得太大 然後變成說 喔 它好像會撿到一些 有不需要的東西耶 那呢 你就把它丟到那個 魔力尺裡面吧 欸 喔 它需要煉金炊化器 才可以變成小肉豆花 哈哈 因為我們可以把肉豆花呢 喔 把一些特殊的花 應該說把它全部的 功能花及產能花 可以加上我們的煉金炊化器 它就會變成我們小一點的肉豆花 喔 小一點的那種特殊的花朵啦 那這個煉金炊化器的話需要用到釀造台 那我們前期的話 比較沒有辦法找到這個東西 喔 要去地獄 所以比較麻煩 好 看來 這個只能下一集再給大家看看啦 那不過我們還是可以做出 我們要做的東西喔 我們要做的是我們的 浮空花 浮空花是什麼概念呢 沒錯 是這種 浮空的這種東西 那我們最主要要先做出來 就是先做這樣子 我們需要的泥土 然後草地之種 用我們的任何的螢光花 螢光花的話要螢光粉啦 那我們可以用轉換的 或者是殺怪 那我們前期不知道有沒有拿到螢光粉 沒有喔 OK 好 沒關係 那我們可以用最原本的方式 最古老的方式 就是怎樣 直接插 這邊直接放一個 放一個 哈哈哈哈 好 最簡單暴力的方式 直接放一塊土在上面 沒錯 好 這邊就可以拿我們的儲物箱 好 這邊可以再搭配一個 物品展示框 好 來 那我們這邊就可以放我們的 煤炭 好 這邊 來看一下 我們剛剛的規則是說 我們這邊 這邊再放一個漏斗 然後再 多做一個箱子出來 怎麼又有兩隻殭屍 OK 那我們再 看一下有沒有 有 可以來多做一個箱子 OK 然後再做一個漏斗 又有殭屍的聲音 看一下在哪裡 好 我們漏斗做出來之後 我們剛剛是說 我們在這邊再放一個漏斗 再放一個箱子 然後 我們再把物品展示框放在這邊 然後上面放一個煤炭 指定我們的漏斗花 只能把煤炭 撿進來這個箱子裡面 不然它會把鐵桶也把它撿進去 你看鐵桶 它如果不是放煤炭 什麼東西沒放 它就變成說 什麼東西都會撿 比如火把工具 或是我的食物 掉在地上 全部把它 然後全部把它撿進去 然後把它放進去 然後它就掉下來 沒錯 然後它就變成這樣輪迴 那可是呢 如果我們有多一個 物品展示框在上面 然後裡面放 啊 唉唷還好 因為這邊是領地內 所以不怕爆炸不會怎麼樣 我們把物品展示框放上去之後 唉唷我們在指定說 你只能撿這個東西 那這樣我們把東西掉到旁邊 好 不小心手滑按到Q 東西掉出來了 唉唷 沒事 它不會撿 因為它判定說 我這個箱子 就只能撿煤炭來放 沒錯 完全不會有這種 其他東西跑進來的問題 那怎麼辦呢 沒錯 直接丟煤炭啦 不用怕 喔 有沒有看到 它這邊有吃到煤炭之外呢 唉唷 沒錯 它這樣就會變成一個循環啦 唉唷 這邊經過了這個漏斗花 倒過去 因為有紅石的關係 它會停止掉落 沒有紅石的情況 它就會掉落一個 那反覆反覆反覆這樣子 那它在撿起來之前呢 如果它們 它們三個火紅蓮如果有被吃掉的話呢 它就不會拿走 畢竟火紅蓮的特色是什麼 火紅蓮它就是 它是產能花 它拿的速度會比它 我們漏斗花拿的速度再快一點點 所以基本上不用擔心說 沒有人可以產不到能辣 我們來看一下 三個產能花 都在吃煤炭 看一下一次可不可以讓 九朵 喔沒有問題 一次可以讓九朵的火紅蓮 開始無情的發魔力 呵呵呵呵 一直都是蠻的 哇 那這樣我們魔力儲存的速度 可以越來越快啦 沒錯 哇 那就是我們 這就是我們今天這一集 最單純 最簡單 最基礎的 半自動產魔力的裝置啦 沒錯 它只需要一個壓力板 一些些的紅石粉 幾個漏斗 加一個花格香 就可以來做出我們 半自動的產魔力的東西啦 唉沒錯 非常非常小的裝置 到後期的話呢 這個 也可以運用在別的東西上面喔 沒錯 花格香 然後搭配我們肉斗 和紅石訊號 可以做出很多很多的變化 包括之後的 比如說吃蛋糕的花 吃樹葉的花 到時候也可以靠這種方式 來做製作啦 啊 沒錯 好啦 那麼今天的事況 也差不多該到此結束啦 那麼一樣 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在右下角的訂閱 右下角的喜歡 那如果是手機觀者 或是電腦觀看者的話 在訂閱旁邊 有個小小鈴鐺 點下去 我第一時間出片 我直播會通知你們喔 那麼我們就來下一集的 Blood Botania再見面吧 大家掰掰